聽到一審無罪判決 老媽媽情緒激動 不出法院 老爸爸走出法院的沿途 都是駝著背 需要外人搀扶 精神萎靡 不敢相信 兒子死於非命 兇嫌禍判無罪 差很多 還可以 還有50萬公佈 你覺得嗎 太離證了 當鐵路擠桃的兒子 去年七月執行時 在台鐵列車上 被正姓男子吃刀殺死 檢察官求處無期徒刑 將被告起訴 沒想到一審判決出爐 出現了逆轉 法官已判無罪 做出了宣判 拒保50萬 需要5年強制就醫 虽然認定有殺害原警的行為 但是因為行為時 有精神障礙 不能辨識和理解 自己的行為 所以依刑法第19條規定 判處無罪 但是被告必須接受 5年的強制監護處分 這起發生在去年 正姓男子因為不滿 列車長要求他補票 突然當眾失控 鐵路警察李承翰 前去排解糾紛 沒想到被一刀 捅進了左腹部 大量出血死亡 整個過程 被其他乘客用手機拍下 歷經了9個月的審理 法官認定 正姓凶嫌 罹患了思覺失調症 當下處於發病階段 對自身的行為沒有控制能力 因為本件是一個非常矚目案件 所以醫師很慎重的組成一個團隊來鑑定 被告的智力退化 智商只剩下76而已 那理解歷差 那鑑定醫師也表示說 他知道有很多人都是靠裝病來逃避刑責 所以他在鑑定本案的時候是非常慎重 很謹慎的來思考判斷 醫療團隊針對凶嫌的精神狀態 慎重的評估後 認為正姓男子在行凶的當下 無法控制自身的行為 一審或判無罪 雖然還可以上訴 但是依照目前的結果 不只是死者家屬失望 大多人低時間恐怕也難以接受 三日新聞廖國雄何聖鳳 嘉義報導